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2024的總統選戰 好 現在政壇傳出的是什麼 郭正亮90%的魔咒 好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陳惠文就說了 郭正亮日前曾經預測說呢 藍白沒有合90%是賴清德當選 陳惠文就說他聽到的時候 其實他很生氣哦 因為我就是要跟你拼了10% 要打破郭正亮的魔咒 好 所以郭正亮他事後也有回應說 他也很希望這個魔咒可以被打破 那陳惠文就問了 那我們要如何來讓我的10%實現呢 他說其實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你就是狂打民進黨的弊案嘛 那另一個就是朱立倫講的 一個禮拜要舉辦三場的全國大造勢 但是打弊案還有大造勢 你能不能夠拿到45%的得票率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好 所以朱立倫他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看看各家的民調 其實還有內參民調 侯康佩跟賴肖佩呢 現在只有距離0.4% 所以是緊緊的追著這個賴肖佩 他說未來直到選前之夜 將會規劃平均 每週就有三場的大型造勢活動 所以目前全台已經累計了 是有15場的造勢活動 他說各位立委參選 還有總統參選 聯合舉辦的相關活動 目前他知道的 就已經有超過了200場以上 所以看起來呢 藍營是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那現在也傳出了藍軍的三引擎 將要合體了 好 哪三個人呢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他的副手趙少康 以及呢 這個在不分區立委名單 排名第一的韓國瑜 而且他們三個要辦的是一個 五場的萬人造勢大活動 那現在郭正亮就說了 侯友宜就是把自己想像成劉邦 劉邦論戰的話是不及韓信的 論後勤調度是不及蕭和 可是他就是王 好 這個呢是郭正亮說的 但是說到這個民調的部分 其實呢 現在看得出來 國民黨現在是緊緊的追著 賴蕭佩了 另外呢 他們也通通都去參加了 這個是勞動政見發表會 賴靖的侯友宜以及柯文哲 他們是同場不同框 在會議中 他們發表的是勞動政策 侯友宜除了提出 薪資加碼的議題之外 針對最近重啟ECFA的政策 他也再度的批評民進黨 立院法案不拿出來討論 讓兩岸市沒有任何對話 造成關係越來越冰冷 侯友宜讓ECFA的議題 持續延燒 那針對最近美麗島電子報的 民調顯示 侯康的支持度已經大幅超越了 柯銀配10% 和賴校配的支持度 不相上下差5.3個百分點 侯友宜也表示了 會和副手趙少康繼續努力 藍綠白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侯友宜柯文哲同場不同框 發表公辦證件一較高下 要活絡臺灣經濟 合於近期政策 更打出重啟ECFA 所以當年2014年 太陽花旋會爆發就是 第一個程序不正義 第二個順序錯誤 政策議題成功帶起聲量 反倒是爛消配 只有在11月20號 公佈副手消美情時衝起來 接下來一路被黏壓 而總統大選三角都 民調在登記後 也有所變化 觀察美利島電子報民調顯示 賴消配支持度36.3% 侯康佩則以31%緊追在後 柯英佩只剩下18% 若單看總統參選人支持度 賴清德依然以28.2%領先 侯友宜和柯文哲 則以24.6%和24.3% 評分秋色 柯友宜會跟照商康 大家前一有顧 如果來看待民調 或是來看待任何事情 我們向信心堅定 藍軍歸對支持度逐漸回升 不過選戰不到最後一刻 都還有很大空間 持續努力 這個民調是很戲劇性的 跟基層觀察到的狀況 好像不太一樣 那麼柯文哲則是笑說 要大家慎選民調來看 民調是這樣的 請大家要慎選那個 比較可信的民調來看 因為他這個民調比較戲劇性 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是上個禮拜就往上了 那可是這個禮拜他只增加1% 那賴增加5% 然後柯暴跌將近10% 9.4% 對不對 所以 當然美麗島一定會解釋為 之前的民調 綠營做了策略性投票 對 就是說我在講的時候 故意講某一方 可是這個跟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基層的觀察不太一致 哦 因為基層的觀察是 都故意講侯友宜 嗯 他怎麼在這裡變成 我們聽到的風聲 對啊 怎麼在這裡都講柯文哲 不是聽到的風聲 有人在我臉書上就直接貼 貼出來叫大家講侯友宜啊 對啊 所以 有點難以置信 好說到柯文哲 我們就持續來看 柯文哲他自己爆料說 有前客是開架了2億美元 要求他擔任副首 那他的競選幕僚 陳志涵更透露說了 消息是從國民黨來的 好 郭正良他就分析說了 像這樣子花大錢介入選酒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如果柯文哲正義沒有確切的證據 最好不要進行任何的影射指控 否則如果是沒有辦法證明你爆料內容的話 恐怕最後是傷到自己 跟國民黨有關的人士很多 這個如果不是 黨中央或者是某位有名有姓的立委介紹 或者是侯進辦 你不能這樣就說是國民黨 那個事情對不起來啊 因為柯P是說是阿拉斯加的 參議員的助理 到民眾黨中央嘛 陳志涵後來也說消息來自國民黨 這兩個怎麼兜起來呢 這個兜起來我只有一種解釋 就是這個事情雙方都沒講 阿拉斯加那邊也沒講 民眾黨也沒講 那可是消息傳到了外交圈 所以國民黨的外交圈人士 回傳又回來台灣這樣 我只能這樣理解啊 不然我怎麼理解對不對 不然怎麼會兩邊 因為兩邊講不一樣 總有一方說錯吧 我後來又想一想可能兩邊都對這樣 可是兩億這種事情就不是開玩笑 你不能說那個叫國民黨 如果不是有確切的證據 那最好不要 因為這個是戒選 這算很嚴重的事情 你叫人家退你知道嗎 這個是戒選的事情 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講就要講得 講得非常的有證據 而且邏輯上非常準確 不然就會傷到自己 柯文哲的副手吳欣 吳欣盈呢現在他被報錯 於是呢還擁有著美國國籍 到底有沒有放棄了呢 所以有記者就問他說 你要出示已放棄的美國國籍證明嗎 結果吳欣盈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沒有必要公開 這個是我和美國政府之間的事 那有人還問他說了 那你當副手有跟家人討論嗎 好像你的家人全部都不知情 他回答說什麼呢 他直接反嗆說 你當記者有問你的爸媽嗎 而且他是用中英台語怒嗆記者 好這兩個回答現在引起了爭議 我們來看到黃耀明他說什麼呢 他說吳欣盈回答問題是毫無政治敏感度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帶大家 來再看一次當時的畫面 有跟家人討論過要擔任負責任的事情 那你當記者問你爸媽 對啊 因為你都大家幾下人 你出門做什麼決定 每個成年人都要自己對做這些事情做負責任的 你是這樣子在剝削女權嗎 因為是說是父權社會都要問男人問先生問 父親才能做女生才能做決定嗎 也可以 針對國籍的問題我再次強調 我昨天已經在電視上面跟大家回覆 就是說這個事情是好幾年前的事情我就放棄了 不是因為選舉的原因才放棄的 那時候我在台灣想要更長期在這邊生根 那同時後來就是選舉的時候 中選會還有立法院都已經審查過我的資料了 我非常非常討厭在選舉的時候散播假新聞 要我這個針對這個事情起舞 這是錯誤的 那大家當然也會很關注 賴清德他的副手蕭美琴 蕭美琴在反台之後 首戰就曾經到勝選過的花蓮 不過台北市立委參選 有數會就指出了花東快蘇花安 在民進黨的多數暴力之下已經被抹殺了 蕭美琴更是幫兇 所以一起投下反對票 讓花蓮的建設停滯不前 對花蓮人而言無疑是赤裸裸的出賣 也痛批了黨花蓮建設的人 沒有資格來爭取花蓮人的認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你可以不請便宜 休息一下 這夠可照片 超齊忌 這夠可照片 等待二度 下降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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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